这个男人每天要被蚊子叮咬上万次 他并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爱好 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他的事业 佩兰罗斯是墨尔本生物科学学院 害虫与环境适应研究小组的研究员 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蚊子 农作物的异虫和害虫 重点研究内供生体在病虫害防治中的应用 内供生体就是指 一种生物生活在另一生物体内 例如在人体的肠道中就生活着许多种类的细菌 这些细菌就可以成为内供生体 佩兰的团队需要大量的蚊子供他们来实验 就像我们饲养宠物一样 每天都需要喂食 假如你把一碗血放在蚊子面前 他们是不吃的 因为蚊子在寻找血缘时 是被宿主的体温呼出的二氧化碳 和散发出来的味道所吸引 还有一个办法 可以将活体动物偷放给蚊子 但这可能会被指责为虐待动物 佩兰只好为科学献身 只见她露起袖子将手臂放入装满蚊子的箱中 一个箱子里大约有500只蚊子 10秒钟后蚊子着陆在佩兰的手臂上 开始吸血 佩兰说她最高的记录是一天喂食30箱蚊子 这意味着她可能会被钉咬上万次 但佩兰乐在其中 她称蚊子很好相处 而且非常可爱 别人也给她起了一个外号 蚊子人 经过研究发现 当蚊子体内携带乌尔巴克尸体细菌时 它们传播登科热病毒的能力就大大降低了 如今体内含有这种细菌的蚊子 在世界各地被释放 这可以对登科热的传播产生重大影响 乌尔巴克尸体细菌 可能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而进化 所以佩兰需要观察 该方法对登科热的控制是否长期有效 在生活中 佩兰还喜欢用粘土制作定格动画 2020年 她发布了一段 讲述埃及一文生命周期的视频 虽然时长只有三分钟 但佩兰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才制作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